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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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Yeah 旅行變苦行 親子流是爸媽的災難日 一切非常的開心 要去那裡住一天 哇 災難的開始 你真的往那跑 那個往那跑 我老公說了一句話 你真的好說 YES 我真的就好 他就在迪士尼樂園的旅館裡面 怎麼會 會有大發脾氣 拍桌子 然後跟他大吼 隔壁的人會想說 阿樂旁邊那個亞洲人 又打小孩 不是 你在台灣有偶像包袱 你在那邊都可以隨便發脾氣 這也是 老公豬隊友 小孩找麻煩 親子流怎麼輕鬆玩 今天節目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一起探討親子旅遊的災難 到底媽媽如何找出方法 讓旅遊順到開心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要出去玩了是不是 對 你最遠帶小孩去哪個地方 我是被你騙子 好去那個 因為黃醫師啊 之前我帶兔寶去找黃醫師 然後黃醫師就跟他講那個 玩偉胡侯的故事 對 所以我就帶兔寶去中部的一個地方 對 然後帶著餓寶 我想說哇一切非常的開心 要去那裡住一天 哇 災難的開始 有有有 這一個往這跑 那個往那跑 然後這個爬上去 這個要掉下去 好可怕 然後我光吃一個東西啊 我帶兔寶的時候 要背著餓寶 然後最後有一個服務生看不過去 他說媽媽 我幫你拿好了 我想說不好意思 我自己拿 你知道我最後啊 大概花了一分鐘 把一個味噌湯攪飯的一碗公吃掉 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要有一整天的時間 來對付兩個小孩 結果一碗公吃掉 一分鐘 吃完之後我們就去遊樂場玩了 玩完之後咧 下雨到十二點多 反正前天玩得臉很臭 我老公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他真的是解救我 我老公會說 因為我們都覺得錢都付了 就要玩夠本 那我老公就說 那我們回家 我說 YES 我真的太久了 沒有這種事情 好累喔 但是我必須說帶小孩出去玩 真的很好玩 是很好的回憶 而且我還是常常講說要陪伴 但是其實瘋狂起來啊 他們都高拐起來也真的很可憐 我們來看第一個 來看看 孩子 不定時炸彈隨時就 BOOM 真的 這個你 這個 大家還沒分享之前我就先講 去美國的時候 的確他就在 迪士尼樂園的旅館裡面 大崩潰 怎麼會 你們家孩子不崩潰 沒有就累了啦 玩了一整天回來 然後不理你嘛 然後就在旅館裡面尖叫什麼 房間還是 房間裡面 然後我已經開始有點 後來我受不了 我豪言香卻沒有用 後來我大發脾氣 開桌子 然後跟他大吼 吼完之後他冷靜下來 我也冷靜下來 安靜了一下 我後來發現 那個旅館隔音不太好 我想說隔壁的人會想說 他旁邊那個亞洲人 要打小孩 趕快報警 說不定他是小科醫師呢 對 我在那邊一點低位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很害怕 就是怕被那個你知道外國人 不是你在台灣有偶像包袱 你在那邊都可以隨便發起 你這也是 你可以的嗎 你 早知道就打下去 沒了 就是小孩子在國外又時差 然後馬上又累 會啦 整個完全對崩潰 完全聽不懂人話 而且小朋友隨時爆炸的時候 大人會跟著爆炸 對 想不聽 你帶他去哪裡玩 像我自己就 有一次我是帶他去北部的 就只要去帶他去玩嘛 然後就中午我們想說 就去餐廳吃個飯 那我家的寶寶平常他吃飯是 我是有規定就是 一定要坐在餐椅上好好吃 他可以坐差不多 將近一個小時 他是一個小時之後 他才開始鬧 可是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是那個餐廳 對他來講很陌生 還是因為那個環境 就是周遭都是不認識的人 他就坐上去之後 他就開始不安 然後他開始先丟餐具 就是丟盤子 丟叉子 然後我就說你你不可以亂丟東西 因為平常在家就有教他 可是他就不管他就丟 然後那天呢我幫他點了一個 那個番茄義大利麵 然後他看到義大利麵的時候呢 他也不知道哪來的 他平常就很乖 他已經會自己用叉子吃了 他就開始玩麵條 然後就這樣整個什麼 就這樣整個什麼 真的 整個什麼 義大利 而且是一紅醬 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 因為他現在已經會 學媽媽的動作 那我平常 比如說我在擦乳液 或擦保養品的時候 他都在小床這樣看著我 對 他不知道哪來的靈感 他就把那個 他就把那個 要把你摸 幹什麼 媽媽 媽媽 媽媽就開始驚叫 我說你幹什麼 我把他抱起來的時候 他就這樣 媽媽 我今天有帶宵夜一根麵條 你要不要吃 我當下就立馬把他就是 抱到那個洗手間 然後開始就是先洗他 然後再弄自己 喔真的 我那一餐下來 我本來自己點了一個什麼麵 我已經忘記了 我已經可能 有吃 其實真的 對小一齣都很難 而且你力壓力很大 因為大家都認得你 對啊 而且大家都知道你脾氣啊 如果妹出去 發脾氣 算了 大家會覺得 他真的是 對 對 你誤嚇一誤嚇一誤嚇一誤 對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心想 因為你就直接講說 你力不要 要是我說 他最常他說 你再這樣 我幫你叫55688 我最常是說 你再這樣 我幫你叫55688 你先回家好了 如果遇到他女的這種狀況 你女的這種狀況 你會怎麼解決 就是那時候 寒假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個 小可Ben啊 布丁他們 就是寒假 都說要帶小朋友出去玩 然後 因為我們三家 都是好朋友嘛 都會一起出遊 他說 我們這次要出遊 我說好啊 好啊 那去哪裡 環島 然後我就想說 他們都可以 帶這麼小的小朋友 我們家小孩算大了 也不需要包尿布 肚子餓了 他們又可以 自己找東西吃 我都覺得很OK啊 我們要環島 然後我就 我們就開始環島 環到 墾丁的時候 我受不了 欸我還有辦法到墾丁 是錯了 因為在就是 就是中南部下來的時候 我每天他們就說 媽媽 你看啊 姐姐推我 然後就說 兩個洗澡也可以吵架 媽媽 姐姐 那個用 那種口水吐我 什麼 反正你們不是都在洗澡 我就衝一下 很髒欸 他們要睡覺 換我要去洗澡的時候 我就 災難 就是 泡澡水也沒 也沒放掉 然後就是廁所門口 永遠都有 內褲跟褲子 一起脫下來的痕跡 然後它捲捲 捲捲捲 就是在地上就是你 你隔天兩隻腳再靠進去 拉緊 又很好可以穿起來的形狀 我就跟 我就跟小葵長說 我跟你講 我等一下立馬 就是請民宿老闆幫我 叫計程車 我還不坐柯玉湖 到高鐵 我叫計程車 我要到高鐵 然後搭 就是搭高鐵回台北 我那時候出門的時候 應該要先 真的醫生要一下鎮定計 不然真的沒辦法 一個媽媽帶兩個小孩 然後要去這麼多天 我帶一個禮拜 很可怕 我已經快不行了 有沒有發現 就是有沒有這個狀況 是你帶的時候 就是整個抓狂 可是爸爸在的時候 就還好 也沒有 哪有啊 所以你可以體會我 你只有那一個禮拜 我是每天 你這樣講得好像 我沒有住在家裡 真的 可是在家裡 我小孩就 習慣就是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先找爸爸 像我們這一次 我們去那個沖繩玩 我們帶一家四口去沖繩玩 那剛好就走到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美國村 然後它有一個很大的 Sega World 就是全部都是電玩啊 然後以前那隻機台 然後娃娃機 然後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一開始前面還在逛 然後吃完飯 想說剛好走到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我去過 我就一直在想 在前面猶豫說 我到底要不要進去 因為進去 我就知道 應該就猜到會很可怕 果然不出我手了 沒有 我們一進去 你在裡面夾娃娃夾了至少四個鐘 哇 你要玩這麼多鐘 所以 因為小孩子很開心 然後一進去 大家都瘋掉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狂夾 然後因為不好夾 那我技術我不好 那個很難夾 然後問那個爸爸面子 他技術真的爛奇差無比 為了一個當圍復的那個面子 就一定要幫小朋友夾到 然後大概花了將近三四萬塊 你好誇張喔 我們也要一萬的 一萬多耶 然後因為夾四個鐘頭 基本上那個 那個機台就是夾不到之後 那個娃娃會歪掉嘛 然後那個日本的那個服務員 他就基本上都一直站在旁邊 不走了 不走了 歪了打開幫我們擺好 再夾一次又沒做 再重複這個動作 然後到最後之後 媽媽夾到一隻 那個很大隻的泰德 好厲害喔 對 他追我的時候 就約我去夜市逛街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那個機器裡面 是Hello Kitty的那個迷你麻將 我說天啊 Hello Kitty太可愛 他說 要是不是 我爸夾給你 唉唷 好帥喔 欸 結果他就抓 抓到我最後已經是這樣子 好了啦 算了啦 真的也不用了 他說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快了 快了 結果後來我真的拿到 但是因為 保夾 保夾 沒有 還沒加到保夾 後來加到我也反了說 我就直接叫那個店員來說 欸還差大概150 我給你200 你直接把那個給我 對 你看這樣 受不了 艾瑞斯咧 因為我覺得像這個 我覺得媽媽啊 比較常帶孩子 所以會做準備 可是上一次 我老公員工旅遊的時候 他說他真的很崩潰 因為那次員工旅遊呢 我沒辦法去 所以我老公就想說 沒關係我孩子我可以 就跟著我去就好了 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兒子把辯天下無敵的妹 他那一天呢 就愛上了 把鼻公司的一個姐姐 所以不管去到哪裡玩 有垃圾屍啊 吃飯啊 什麼都要跟姐姐一起 你確定去找一次 老媽帶你姐姐 要去找一新媽媽吧 真的 不是 他是真的是很喜歡那個姐姐 然後連他要去上廁所 都要姐姐帶他去 問題是姐姐才20歲 也還沒有結婚 然後重點是 姐姐那天剛好生理期來 也不方便帶他進廁所 結果我兒子就聽不懂人話啊 他就很崩潰在廁所門口說 姐姐就偷不帶我去 你是不是不喜歡我 然後超崩潰 然後我老公也很尷尬 所以他就只好跟姐姐講說 不然你先帶他進去洗個手 你再出來就是假裝一下就好 結果姐姐只好帶他進去洗個手 然後救出來 然後一直忍著那一泡尿 等到我兒子 沒看到他才衝去尿尿 結果那天我老公回來 就跟我講那些事說 太太離譜了吧 他追姐姐追到這樣 他通過他媽媽的那個 小後媽是不是 不要這樣 媽媽其實 其實平時功能還是有的好嗎 可是那天你知道年輕人家 真的比我們年輕蠻多的啦 那天真的是 嚇呆我老公了 真的 而且其實這個有時候 影響到自己家裡就算 如果同情的都是一些朋友的話 其實你會造成人家的困擾 那如果像這樣子造成同情人 或陌生的困擾 我們要怎麼跟小孩溝通 好好講一次帶到廁所 其實 一開始就已經帶到廁所 好假 可以啦帶到廁所私下處理 不 我們還是要一開始 其實就應該幫孩子定好規則 以剛才的例子來說 其實 孩子在做一個勒索 在做一個情緒勒索 你不帶我去 是不是你不愛我了 對 那為什麼不反過來告訴他 你在這邊讓我表現 你表現出來好一點 我就會更愛你 對 那這個有部分其實我覺得 你把孩子交給別人帶的時候 你還是有責任的 爸爸還是有責任的 對 爸爸甚至你不要去麻煩別人啊 這時候你要帶過來 跟孩子說 好 那我們數到5或數到10 讓姊姊去 我可以用玩遊戲啊 玩桌迷場啊 或者是過多久姊姊就會回來 那你要表現好 姊姊才願意跟你繼續牽手 帶你出去玩 然後我們給他一個 適當的處理方法 對 讓他選擇 可以你要跟姊姊去上完廁所 然後姊姊就不再跟你牽手 還是你現在在這邊等30秒 我們一起數到30 姊姊回來了 你又可以跟姊姊一起去玩 姊姊生命時 覺得上30秒 慢慢數 慢慢數 然後你抓一個人 光換那個就幾秒了 真的 我相信對很多媽媽來說 寒假很恐怖 暑假很恐怖 慢慢長夜 白天加上晚上 你怎麼帶孩子 怎麼消耗她的體力 然後呢又希望不要壞了我們的很多的規矩 所以呢 跟孩子出去玩 怎麼樣讓她玩得很開心 你也可以自己帶得很開心 有沒有什麼好地方可以介紹 有沒有 像我女兒 女兒 對 我女兒她出遊就是很吃空 尤其是跟一堆小孩出去玩的時候 那個是沒辦法用言語去形容 像之前我跟我老公全家人 去東京自由行 那時候還在我的肚子裡 我懷孕中 所以我很容易情緒不穩定 但是那時候我女兒 情緒更不穩定 就是當時只有我跟我大伯的推車 她就一直堅持要做我大伯的推車 不然就是她在坐電車的時候 她從推車下來跟她表哥一起坐著或是站著 所以整個很不受控啊 可是回來我有檢討說 但這個旅行是我對她太兇 還是說這個地方是她不喜歡的 因為都是在逛街嘛 冬季 所以她才會一直鬧不氣 可難 所以之後我有帶她去 她一直很想要去的綠茶 而且生態農場 很有名 對 因為她很喜歡動物 欸 我知道 她體育 她那個體育 對 她很喜歡動物 所以她裡面有很多種動物 還有可愛動物區 她可以跟動物近距離的接觸 她還有鳥太生物區 有有有 她是一個很大的籠子喔 對 她裡面有很多種鳥類 有點像步道那樣 你可以看她 對 然後你可以進去看到 就自由翱翔的鳥類在那邊 飛來飛去 很好玩 超浪費的 妳怎麼那麼近喔 對 很近 就是她可以讓妳引導 就是讓他們玩很近 就是在草地上這樣子走來走去 對 就是她在那一片大草原 所以小孩子 我那一天我女兒完全不鬧脾氣喔 好可愛 我就是玩得超級開心 不過這種地方真的很適合小萌 就是妳又可以學到跟動物的相處 對 然後有大的草地可以讓妳跑到那裡 然後又可以學習 又可以學習動植物的一些生態 我覺得那地方很棒 怎麼判斷我們這些地方適不適合親子 最簡單的判斷方法是 孩子喜不喜歡去 而且不要用我們自己的想法 來判斷孩子的想法 譬如說我的孩子喜歡動物 所以我帶他就去動物園 或是這樣的一個生態農場 也不見得喔 因為孩子可能不適應 所以現在的資訊發達 妳可以先截取照片 或是有些人去過的一些圖片 先讓孩子看 妳甚至要先做好功課 我們去看蹄虎好不好 先讓妳知道蹄虎可以玩什麼可愛法 或是妳可以看到兔子 對 或是草泥馬 甚至告訴她 草泥馬會吐妳口水 我們要玩閃躲口水的遊戲 她就覺得這樣去那邊是有趣的 孩子就充滿動機 過去一定乖乖聽妳的話 所以並沒有說什麼地點合不合適 而是孩子有沒有事先做好準備 可是我女兒 有時候真的大家出門 我真的就是覺得 到底適不適合 因為 我就帶我女兒要去日本 那因為我女兒幾乎每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 就會自己準備好行李 然後去住奶奶家 很棒啦 真的假的 因為已經變習慣了 一開始我就會幫他們整理 這一道我就說 這次去阿嬤家住三天 所以你要準備幾套內褲 幾套衣服 一套睡衣 很棒 那他們這個東西呢 已經大概實施了一年多了 那我覺得出國 舒適也跟他們講 我們要去四天三夜 妳準備四到五套的衣服 妳就每天要穿 然後內褲妳就帶五件 因為椅背不止數嘛 然後好 都弄好了 結果 我們去的時候 然後第一天都很正常 第二天我講說 奇怪我女兒 我小女兒怎麼又穿一樣的衣服 然後我想說 可能她覺得前一天 我們只是 出發坐飛機 然後就到那個地方 沒有髒 沒有髒 然後到了第三天 然後我就聽到我大女兒就說 不要妳不要拿我的東西啦 然後我想說到底是什麼 媽媽妳看妹妹 我說妳們又為什麼 又起掌的時候都要吵架 這次又吵什麼 妹妹叫我給她一件內褲穿 我說為什麼 她說因為她只有戴一件內褲 真的還假的 然後我就說怎麼會一件 我記得我不是跟妳講說 四天生夜妳要戴五件嗎 我說妳們行李 妳到底帶了什麼衣服 然後她就這樣看著我 就我先到這一套 不是 哇 一套睡衣 沒了 我說妳當妳背包客嗎 然後 她就說因為現在冬天又不會流汗 因為我小女兒是非常隨性到我 講台語就有點爛爛 然後她就說冬天又不會流汗 我說冬天不會流汗 妳總要換內褲吧 她說那叫姐姐借我啊 我說那妳至少帶兩件吧 妳今天脫下來我洗完 她說那 那 反穿 對 她就說那好 我就反穿嘛 她就說那衣服怎麼辦 我就盡量不要跪在地上 我不要弄髒 我吃東西的時候小心一點 她很棒啊 她很有潛力啊 長大也是帶著空的皮箱出國 然後慢慢的買回來 然後我就要半夜 然後就跟她爸爸兩個 就是要找便衣商店 要找內褲 可是幾乎都沒有 都是大人的 她就必須要就是要 我就說那妳穿大人的 然後她就說我不要 她又不要 她覺得大人太大 然後我們就在便衣商店說 妳到底要不要買 那妳現在到底怎樣 她說不要啊 就反穿就好了啦 喔 爸爸教了 然後我們就後來是 硬跟姐姐要一件內褲 然後因為姐姐不知道哪裡來解皮 她就不准人家碰她的東西 然後姐姐給她那個內褲 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對 然後其實我們也超崩潰的 就是如果生到一個 這麼隨心的小孩 我們是不是 因為爸爸 我是媽媽 那我又是那一種 我不太喜歡 就是一直幫小孩整理的 我覺得要提早 讓他們自己學習 我就跟她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我們去日本這麼冷 妳就這樣帶一套 我跟妳講妳下一次再這樣 我讓妳後面三天都 然後我小孩才 才 有意識到 她說好那下一次 因為我就跟妳講說 要不然就不要出國了 要不然就不要出去玩 妳如果不會做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都不要出去了 如果你真的執行的話 我相信有一定會上 一個媽媽帶著兩個螺鐵女的小孩 沒有 我就會戴口罩戴假髮 不過剛才熊熊介紹好玩的地方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這個節目也是多一點正面的 對 崩潰的 崩潰的劇情我們剛剛已經收集完了 有沒有就是比較快樂的 就是很棒介紹大家玩的劇情 因為我其實我女兒現在快兩歲嘛 然後可是在這兩年中間 我其實很常自己一個人 背著我女兒去台灣很多地方玩 我也自己帶她去香港玩 我就是想要帶我女兒去 但是我也在做功課 就是還是會安排 因為她還小嘛 你不可能逼她一直跟我逛街 所以你去到哪裡 我就會查有沒有她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有沒有什麼東西適合她玩的 我就會去找 然後像我女兒呢 她是超級的 佩佩珠大粉絲 她很喜歡佩佩珠 不管到哪裡她都會佩佩佩佩 所以我就準備很多佩佩珠的故事書啊 還有那種拼圖玩具 磁鐵書 只要出去玩 我一定必備這些東西讓她可以玩 像去年12月 我特地為了要帶我女兒去香港了 就兩母女去 就是為了 我看到那裡有佩佩珠的聖誕布置 佩佩珠的所以要帶我女兒去 所以事前也跟她講 她很期待很興奮 然後結果誰知道去到香港之後 我發現那個地方 搭地鐵不會到 然後就是很偏僻 我就想說這個東西 怎麼會辦在那麼偏僻的地方 結果我們就沒有去到 然後我跟我女兒講說 Baby我們這次可能不要去佩佩珠 可是我們昨天有去迪士尼啦 我們有找Micky跟Mini吃早餐啊 什麼什麼 我女兒就大哭 然後回來之後她一直記得這件事情 她會講 妳以為她那麼小 結果她一直講 然後後來呢 我還把我女兒大哭的樣子 PO在臉書 然後結果 就是女兒很難過很失望啊 然後我不可以允許自己做這種媽媽嘛 結果我朋友就最近跟我講說 欸我跟妳說 台中有一個佩佩珠的超級互動展 沒有 當媽媽之後就最愛這種 為什麼妳帶她去這種親子的地方啊 因為其他小孩也會吵 那女兒小孩吵 那不算什麼 對啊 最好的地方 親子餐廳 還有這種活動就是最棒的 因為大家都一樣歡嘛 沒有關係 對 然後我就帶我女兒 我想說就是趁我回娘家的時候 就帶我女兒去那個台中 這個就真的很好 道理火車站很近 我覺得她在哪裡 台中的哪裡 她在那個台中以前的酒廠 就是離 現在的台中火車站很近 因為我後來看完之後 帶我女兒去父親吃飯 我們兩個是走 我是背著她 然後提著行李箱 走路到火車站很近 喔好棒喔 我覺得很方便 然後要搭高鐵什麼 也都很順路 然後帶她去那邊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太完美了 你知道嗎 因為一進去啊 你就會進去一個地方 然後她就做成一個長廊 就好像進去那個時光隧道裡面 好可愛喔 妳進去 我跟妳講 所有的主角都在裡面 佩佩豬啊 喬治啊 爸爸豬姨姨姨 我女兒就一個一個點名 一個一個點名 從這邊走 再可以走五分鐘 因為她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韓飯 然後走進去 走進去之後呢 妳就會先看到佩佩豬的家 好可愛喔 然後他們就在幫佩佩辦生日派對 就這麼剛好喔 因為我媽前一天剛好生日 我女兒學會唱英文的生日快樂歌 好可愛喔 我在那裡陪我女兒唱了三次生日快樂歌 而且佩妮就是妳女兒嗎 對 她很高興 這背影中很感人耶 她很高興 然後重點是最近 而且其實偶很大隻耶 很大隻就很像移民 就好像自己 她好像自己來到他們的家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一直尖叫 她一直跳這樣 接下來這個地方非常好玩 因為她現在剛好就是開始在 學畫畫紙 你看那張圖畫紙 就是我們也是看別人拿 我們才知道 這個大家一定要去索取 如果有去的話 你拿了之後啊 她桌上有很多蠟餅 你就可以跟女兒在那邊 你就跟寶寶在那邊畫 大一點就可以自己畫 然後那個藍色框框 可以寫名字 這個好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拿去給那個工作人員 她會幫你掃描 你看我女兒叫Kera 然後那隻是我跟她一起畫的 然後你知道嗎 她就有一個很大的那個教室 她那個靈良老師的音樂教室 是這麼大 就跟平常卡通裡面的教室 是一樣的 然後所有的同學都在裡面 重點是什麼 然後我女兒就是Kera掃描之後 Kera就進教室了 所以她也是同學之一 她這邊的同學 直接也是自己畫的 然後小孩子自己的作品 很有成就感 然後女兒就在那邊追著Kera 珠在那邊這樣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好可愛 這個超棒 所以很多爸爸媽媽都在那邊畫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爺爺珠的火車站 這個超好玩 我女兒玩了三次 而且她是真的可以坐上去 對 她可以坐上去 然後佩佩啊 喬治啊 然後還有他們裡面最喜歡看鴨子 餵鴨子有沒有 鴨子媽媽什麼的 她全部都認得 所以爺爺租在前面開車 然後我女兒每次排隊都一定要排第一個 所以沒有她的下一輪 她的下一輪 對 她就這樣玩 然後還可以過那個山洞 就這樣 然後很好玩 對 然後 哇 滑草 滑草 她就是爺爺的場景 然後給滑草 然後重點你小朋友大一點可以自己滑 那我女兒還小 所以我就跟她一起滑 蠻好玩的 就是可以一起滑這樣子 可以大了也很想 對 然後再來第一天 還記得我跟妳講 這一區 這一區不只是這個恐龍七天 因為喬治最喜歡就是恐龍 然後那邊呢 是一個恐龍公園的場景 然後這只是裡面的一個帕而已 所以大家就排隊 然後從後面攀攀攀上去 然後再溜下來 然後這個東西很好玩 因為是氣墊就比較安全 因為妳平常要溜滑梯 她還不一定敢做 然後那邊那個恐龍公園 它有那種很多的岩石 然後它岩石是抱枕做的 所以小朋友可以在那邊堆石頭 然後玩安全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它會有一個那個 城堡的氣墊 就是小朋友可以在裡面跳 就在裡面跳 跳得很開心 然後最後最後呢 因為 佩佩都老是說自己是公主 就是佩佩公主 那個跟喬治爵士 這邊呢 就有提供那個變裝的地方 就是很多那種小朋友 男生可以穿披風 然後有蓬蓬裙跟公主的那個頭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因為我媽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大公主 所以因為剛好帶我媽去 所以她就自己在那邊 所以妳說剛穿蓬蓬裙是媽媽嗎 是 那是我媽媽 對然後她就可以跟他們在一起 那後來就是 我就想朋友女兒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因為我看這個展覽 好像到兒童節那個連假 我就想說如果過年的時候 如果我女兒表現好 我可以再帶她去 如果說小朋友真的在這種狀況下 不管任何原因 飢餓也好 疲累也好 然後他爆炸 情緒爆炸 我們該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 帶離現場 其實因為我們到很多地方玩 爸爸媽媽的角度會認為 我已經花了錢了 花了時間來到這邊 我不玩 我不看完 覺得很沒有指揮票價 可是對孩子來說 他已經承受不住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要想 為了孩子著想 你應該讓他離開現場會比較好 那如果當下你是跟一群人 你又不能離開的話 擁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讓孩子覺得 你是站在跟他同一陣線 先讓他穩定下來 去了解到 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說到佩佩豬裡面 可能有些孩子會因為 很多孩子在吵 或是顏色太多 他一時來不及適應 即使再好玩的 孩子就像剛才看到動物一樣 也可能會嚇到 可是讓他情緒緩和一下 讓他去找 我們來數數看 有幾隻佩佩豬 那也很好玩 他的注意力也被轉移了 所以情緒變好了 又可以重新回到 這個旅遊的地方 對 所以情緒爆炸 事先預防 然後事中間的處理 當然這個去過一次 你可能就比較了解 你孩子喜歡哪樣的場景 對 另外一個親子出遊 媽媽會崩潰的狀況是什麼 我來看一下 不怕路途遙遠的出遊 真的 你知道之前就是夏天的時候 我們很常帶小朋友去野餐 然後去野餐之前 我們不是都會做點心什麼 那一次我都覺得 我老公超棒 他居然準備超多玩具 什麼甩球啊 然後還有那種 就是可以丟過去 然後黏住的那種棒球 然後我就覺得 你也太貼心了吧 你就是你知道 準備要出門之前 然後你還去幫我準備這些玩具 然後到時候 小朋友就可以跟你一起玩 多讚 對不對 就一到那邊 好了 在那裡玩球 玩起來了 在勝負慾 你知道嗎 你知道 開始玩 玩起來 然後完全都不管小孩 然後小孩就說 寶貝我要玩 說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一局輸 然後再繼續 你知道 我真的氣壯 我覺得你還好嗎 你不是要去野餐 然後就是要幫忙我們父孩子 就是整場 玩到還不讓小孩玩 然後小孩大崩潰回來 找媽媽 你有事嗎 真的是氣死了 我覺得男生很容易 尤其一群人在一起 真的很容易玩 很勝負慾 就跟打電動一樣 會嗎 會嗎 再追追我 我跟你講 我跟他出去 出國的次數 是到 最近這一次 沒有吵架 之前的每一次出國都會吵架 真的嗎 因為他都不讓我買東西 真的 不是你出國不是 就是要買嗎 沒錯 對 因為你都會造成國家 對 而且我又是那種廚房用具扣 對 不會 就讓我們兩個在西布牙的路上 炒 要炒了三十分鐘 就為了鍋子 為什麼 因為我到一個地方 然後他剛好打折 要買 一個桃鍋 然後桃鍋有兩個蓋子 然後上面是那個熊貓的圖案 他打對折 要買 500塊日幣 還比700塊 要買 而且他都是很誇張的 你不要買 你不要買 有金銀 有熊貓的桃鍋 這你這才會買有多貴 而且它是兩層的蓋子 它裡面就是你煮得少 它有一層 然後你如果煮得多 它上面又有一層 然後重點是上面是 熊貓熊貓 熊貓熊貓 然後我就跟我說 爸比這也太可愛了吧 我要買 他回答強 他是說 你不要買 換回去 如果你真的想買 你就買啊 我說那我要買 不是啊 那你問題是 你有沒有地方放 那如果你真的要買 沒有 我沒有說你不可以買 你買 我說那我要買 不是啊 到時候誰扛回去 我說那我扛 絕對不是你扛 一定是我扛 但我還是 他最後 永遠是一多獎 但我沒有不到你買啊 我說那你煩不煩 我到底要 可不可以嗎 不是 你要放哪 我只是要你考慮清楚 然後說那家裡的桃鍋 你要送誰 半個小時 我就很北上 我就說我不要買 走 然後我就臉很臭 就站在某個把公司門口 就這樣 然後後來 他男朋友走出來就說 你怎麼臉怎麼那麼臭 我就說沒有啊 他就不讓我買東西啊 然後那個 那個神隊我都走過去 就跟我老婆講說 老婆開心 你才會過得快樂 對 然後他就說 你想要看他最後 後面的三天都是這個臉的話 那你就屁股夠 真的 我要是你的話 我就讓他買 才2500日幣 你是白癡嗎 真的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不讓他買啊 我說又來了 他說 好啦好啦那你去買 我就說 我一定要去買 如果我不買的話 我大概會恨你恨三年 但是我跟你講 我一買到手啊 我就整個很開心啊 就說老公你想要去神社嗎 黑心神社囉 唉唷 如果沒有這樣的話 你有去啊 真的 我們可以生第三胎了 對 不過買東西當然是 任何的旅遊都會碰到 可是有沒有特別 就是因為帶孩子出遊 然後發生的 就是比較不愉快 有像我老婆她真的是 她不是好神 她是神經很大條那個神 然後我們之前有一趟 也是去韓國 當天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我女兒說 爸爸 就問我說 爸爸那我們要穿什麼 她要穿什麼鞋 她說穿布鞋還是穿涼鞋 我說穿布鞋啊 因為她要一直走路啊 可是媽媽剛剛說 叫我穿涼鞋 因為很熱啊 對 因為那時候是 夏天 七八月的時候很熱 然後她就看到小孩子很熱 我說 你確定要這樣嗎 好吧 那如果 我想說好吧 如果 可能媽媽的意思是說 那好啦 沒關係 就是去嘛 就去順便逛小朋友衣服 買鞋子 可以順便買 就去到當天 第一天 真的我們逛了民洞 逛了一整天 晚上女兒就在喊 她腳不動 她走不動 因為羊血會一直割腳 對 很痛啊 然後整個旅程之後 只有媽媽一直在 逛她的美妝 逛她的衣服 然後完全忽略到 小孩子腳破皮 然後要買雙鞋 跟她說 沒有 不是 我們不可以 小朋友 然後到最後呢 後來小孩子也不走了 乾脆 她跟珍莉姐的大女兒 就全部四個小朋友 都帶在房子 都沒進去 你們這一趟 到底來韓國幹嘛 你為什麼不乾脆去宜蘭就好了 真的 她常常就是忽略小朋友需要 就只想到 我們是要讓小孩子 就是有獨立的 妳是歪理 什麼 就是出門的時候 就算只有一雙鞋 也不能亂買鞋 因為我是客家小孩 欸你自己可以一堆 波子小朋友 都買一雙鞋 波子裡 你都穿不下去嗎 沒有 後來要更扯了 鞋子我後來也是給她買啦 我們 也是去年 然後就跟那個 小禎他們 他們就約了一起 大概十幾家 然後大人小孩 將近 將近快四十個人 一起去露營 一天 兩天一夜這樣 然後去 因為就是大家會 帶一些吃的喝的嘛 然後露營 因為帳篷都有人搭 但是我們是自己搭 然後當天我們已經玩到 我開始就很辛苦 搭帳篷 她也沒幫忙 後來出來 偷偷去休息一下 我看到我女兒怎麼自己 就坐在門口的那個 躺椅上 就梁椅上面 然後就悶悶不樂 也不講話 我說你怎麼了 說沒有啊 然後剛好那個 那個同行的佩真姐 她帶了一大包的那個 仙女棒 然後我說 那妳仙女棒給我 就把所有的小朋友 Cue來 說欸 想要玩仙女棒 趕快全部都來集合喔 然後開始當那個 那個大人家 妳好棒喔 開始帶團看 我說來 想要領仙女棒 就是要記住一件事 然後妳要先開始自我介紹 妳要說妳叫什麼名字 好棒喔 然後等一下我要考試喔 我要考妳 誰叫什麼名字 答對才可以領仙女棒 好聰明喔 然後就大家自我介紹好玩的時候 好那 我就比我小女的重 那妳記得她叫什麼名字嗎 喔她叫卜嚕好 送妳一個仙女棒 然後每一個都輪完之後 很聰明喔 每一個都輪完之後 知道我女的叫什麼 然後大家也開始領了仙女棒 開始喔很開心 所有小朋友都很開心 玩完之後呢 仙女棒大家一丟 啪一烘而散 沒人理我女兒 還是不理她說 好吧那 然後重點是 媽媽從頭到尾 不管在那邊喝酒 然後一直在跟大人聊天 完全沒有管到女人 媽媽很辛苦 媽媽在社交 因為有這麼多人 然後我們是第一次 就是跟佩甄小禎 然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必須要幫忙 因為其他人是在吃的 那我們就是要負責整理 因為兩天一夜 隔天就要走了 她說妳在喝酒妳說妳在整理 邊喝邊整理 幫媽媽酒整理掉 對 不然還要 把酒帶到山上 沒喝完 攤血 對 然後我這個酒 我又不是很容易醉 我只是喉嚨借過 然後我只是親親她的衣服 大家都不知道我用心良苦 因為剛剛爸爸不在的時候 然後自己宿室還是要去做一下她人際關係 不是爸媽去 是啦 是啦 兩邊都對 兩邊都對 了解一下 倒是怕了 對 剛才阿爹講到一個重點 我現在通常一直在繞 她在做搭帳篷 然後做很多東西 對其實會發現 男生在出遊的時候 是屬於比較理性的 所以她把任務完成 所以你看到今天 她其實後面想要說一句話 想要跟妹妹說 你看我辛不辛苦 你要不要來鼓勵我一下 有抱一下 所以會建議男生在很理性之中 要帶一點感性 女生呢 你在感性當中也要帶一點理性 當她問你買鍋子有什麼意義的時候 那你請你訪問她 那你不讓我買的意義在哪裡 真的 對不對 都把它做綜合一點會比較好一些 對 你就不要給你老公一個讚美 就老公你帳篷棒得好棒喔 有啊她就是 在搭帳篷的時候 我在旁邊叫她說 走開 你知道我在搭帳篷的時候 已經在下雨了 然後我全身淋濕 然後超冷在那邊搭帳篷 然後她也這樣 欸好棒喔 然後又繼續 要不然我能幹嘛 要不然我能幹嘛 她移啊 我就不會啊 我幫她撐傘 我幫她撐傘啊 你看她還不害羞 你要學一學劉正 對不對 別撐傘 不是 不是 還沒老公嗎 我老公 別撐傘 新龍大哥 新龍大哥是豬隊友嗎 還是她是神隊友 我覺得我老公很特別 像 但我分享一個 我覺得我老公 他很 他的幽默感其實很妙 像我就 我有時候弄小孩啊 就是弄得 我自己覺得我很狼狽 就是捧頭垢面這樣 然後小朋友又跑來跑去 然後我就在 就是滿地爬這樣追他 然後我老公看到我說 我老公說 等一下老婆 我想說怎麼了嗎 你不來幫忙你還講什麼 他就說 老婆你看你現在這樣 我覺得你好像一幅畫 我覺得你好像一幅畫 學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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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老公你搭帳篷的時候 我覺得你好像一幅畫 是哪一幅 是哪一幅 是碧卡索還是 蠟喊 蠟喊 你就把他沒上 剪小啊 你要不要看到他 看一下你那夜市人 他都不會講說我是一幅畫 可是這樣子真的很不錯啊 而且他是發生內心的稱讚 就是我覺得可能我很 就是本來我很累 或我很那個 就覺得症要爆發 可是聽到他這樣講 就覺得欸 好像那個氣就會平時傷 對 對 可是像這種狀況是神隊友 但是如果像遇到一些狀況 你剛剛講說出去玩的話 底線就是好 午覺一定要睡 那如果像那些豬隊友 我們可不可以設什麼底線 他絕對什麼都不能做 其實有的時候夫妻在沒有外人的時候 都約定好 就沒問題 對 可是像出去露營 有別的家庭 別的家庭的家規跟你們家不一樣 對 哇別的小孩開始吃零食 哇傻 你知道他們在帳篷裡面 可以玩那個零食語 拆個二十包 哇 在那個鐵鐵桶上面這樣抓 然後就是他們的樂趣是這個 哇我小孩就很可憐啊 因為他想玩 不吃它 他不能吃 然後其實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覺得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開放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 有的時候 你就適度的開放 但是還是要給孩子設一個底線 就不要覺得說 今天只要一出來 我們家規通通都不算 以前說不能的 現在通通都可以 那我們只能說 設一個底線 比如說在這個範圍裡面 什麼什麼東西 我覺得你是可以吃的 那其他的那些東西 我們還是 還是不要吃好了 或者是什麼什麼 你可以跟著玩 但他們如果超過哪一條線 他們年紀比較大 他們安全 你年紀比較小 你就回來 那時候其實小朋友 如果你有開 試動開放一點點 其實他就覺得那樣就夠了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 還是什麼都不行 什麼都不行 他會覺得說 那我來幹嘛 對 我來幹嘛 那夫妻之間其實要先約好 有的時候夫妻沒有約好 就都已經出來了 何必這樣呢 對 那就請你收拾後面的餐具 比如說小孩 可能吃了這些垃圾食物 就開始暴走 會哭 那如果你當初 你覺得這麼大 那麼大方開放 那你現在就 那就由你來解決他的情緒 我覺得這個時候 可能夫妻今天要有點默契 不過大家有沒有好方法 可以接到我們真的很想 帶小朋友到處去繞一繞 然後把他的體力消耗掉 他又可以有很好的回憶 好地方 這個一定要問我 因為你知道現在小孩放假了嗎 所以我就後來有想到一個好地方 我就要去找一些好地方 讓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帶著五個小孩去玩 像我最近就是帶他們去那個超舞展 喔 超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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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那個超舞展 他們裡面有五大主題 而且他這一次還是 在哪裡啊 在台北的那個華山文川 你真的聽說你票也已經買了對不對 你也買票了 我跟你們說一定要去 大家都要去摩拜 對啊 因為你看我一個人帶五個就可以 小朋友就在裡面玩到翻掉 他們就會很滿足很開心 你完全就不用擔心你家豬隊有沒有幫上忙 巧虎就幫你忙 對 真的 裡面有很多他們的好朋友 這一次巧虎 然後什麼妙妙啊 陶樂筆啊 你知道小朋友 每一個小朋友又都喜歡的不一樣 剛好五個裡面這一次全部都有 哇 然後你要看照片 一進去的時候 他會先給你那個小卡 還有一個書卡 這都是在裡面的那個遊戲互動的時候 可以用得到的 好可愛喔 然後那個小朋友都一份 你進去的時候那種巧虎列車 然後那裡面都是有這麼大型的公仔 你知道小孩子在那邊 就會停留很久 對 你就只要負責幫他們拍拍拍就好了 你完全都不用擔心他們會衝去 好開心喔 然後下面接著就還有 卡歐先生的發明 哇 卡歐先生的發明 這很好玩喔 因為它裡面有 像我剛剛講一開始發的小書卡 它那邊就有那個拷貝書 小朋友就可以拿書卡印在上面 它有點像複印的概念 然後它就是上面有玩具車 讓小朋友在那邊 好懂喔 對小朋友一看到原本白白的書卡 一刷過去 有很多各種圖案 他們就超開心的 哇 一定要刷很大力才會複印得了 然後每個小朋友都在說 你看我的比較清楚什麼的 所以我家的小孩五個都在那邊平民的刷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桌子是什麼 讚美之槌 就是小朋友這樣子槌一下的時候 他其實會有讚美的話 那小朋友有被接受到讚美 他就好開心 然後還一直多敲好幾下 也可以讓小孩學怎麼去讚美 讚美 讚美的話是中文嗎 是中文 哇 妳好棒 妳好棒 妳好努力 然後那邊牆上都還會有一些 那個一片互動 後面接著還有一個主題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它的巧虎公園 像那邊啊 這個是聲光互動的地方 小朋友應該很喜歡 那我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跟著指示去拍那個 光影互動的地方 他就說欸妳現在跟我拍哪裡拍哪裡 你看我五個小孩子就在拍 有種的 有種的 然後還有沙坑的 喔 有種的沙坑 他們就在那邊跳來跳去 我跟妳說每個小孩都死不下來 對 他們就在那邊跳 我跟妳說跳到那個是筋疲力 對 真的超開心的 回去超好睡 這邊就是互動唱跳 然後這邊 對這個是互動唱跳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 它會有個時間展對不對 到什麼時候 就是它其實到兒童年假都還要 而且我告訴妳喔 這一次 妳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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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這樣小孩都瘋掉 因為妳看 太可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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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色紙 然後妳可以叫小孩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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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小花 妳最後Ending來一個這個 回家她什麼都聽妳 真的 對 超中火湖 超中火湖 太可愛了 新年廣東 超可愛的 這好酷喔 上一整天耗掉 然後回去又乖乖聽話 好想要 好可愛 好可愛喔 馬上去 台北的話 就到北部近一點點 然後中部的話 就可以去看佩佩 就好玩 其實輪流去啊 寒假那麼長 對啊 而且到四月兒童節 是啊 對不對 而且黃醫師每次都說 孩子最要的就是陪班 對 但是黃醫師可以幫我們總結 就是如果我們帶小朋友出去玩 就是如果我們帶小朋友出去玩 要怎麼樣開心又安心 然後咧 我們有很多的行為跟心態 要怎麼樣做調整 因為有時候我們期待很大 可是到現場 真的脾氣很大 其實我小孩八歲了 已經物事學習好多次了 所以我大概 今天帶來小孩我最大嘛對不對 還有九歲的啦 其實大家應該都有這種感覺 就是只要期望不要太高 失望就會不會太大 對不對 第一次帶孩子出遊的時候 期望很高 然後失望很大 然後開開星星出門 湊著臉回家 但久而久之你就知道 其實我們不用完本主義 出去玩就是一個陪伴的過程 也沒有一定要每個東西都玩到 也不見得每個東西都要看到 都要吃到 而且人生這麼長 這一次沒玩到 再去一次就好了 對 好不好 真的 所以現在寒嬌到了 所有的媽媽有點傷腦筋 麻煩今天提供很多地方 可以大家好好去玩一玩喔 寒假 Fighting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還有媽媽好神的 祝大家跟我們都有留言 拜拜 拜拜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p